不少人参加过学校举办的园泳会的经验 但是参与学校举办的夜市活动可能就比较少了 代表一所参与学校结合学校的课程与实境演练 昨天在学校举办了一日夜市活动 有学生亲自下厨做馅饼 还有捞金鱼等等超过20个摊位 让学生提前体验必须面对的职场课题 也吸引民众冒雨前来 好吃馅饼啊 一群大男生围着小小的平底锅 仔细翻动锅底大小不一的馅饼 这群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已经是新夜台菜的储备厨师 学生第一次在夜市摆摊 地点就在自己的学校 超过20个摊位竞争激烈 餐饮系学生各个拿出看家本领 从切合生鱼片到捏寿司 现点现做 架势十足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处女秀 所以我们会紧张跟害怕 但是我们勇敢的克服 然后把最好的产品带给所有来的顾客 还有捞鲸鱼的摊位 乔老板打包鲸鱼的动作俐落 一点也不输给架杠夜市摆摊 学校第一次晚上半夜市啊 就是算夜间部的特色啦 最大的收获在于每一个人 就是每个年级有学到不同的事情 像二年级就要 这次要学会规划一个活动 一年级的话就可能要学习经营 透过主题式教学 让筹备的同学学习组织统整 另外还有跟人合作的能力 然后在摆摊的同学上呢 他们就可以学习成本的计算 一日夜市是由45位二年级层影系学生 花费两个多月计划执行 邀请社区大学加入经营摊位 虽然天空不错美下了小雨 不过学校会成其合实际演练 也将步入职场的学生 提早体验必须面对的职场课题 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威摩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